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老子道德经精选的第三篇 天下之道 笋有余而易不足 用成语来说就是取长不短的意思 这也是老子博书的第42章 天下之道 有张公则也 高则硬之 下则举之 有余则笋之 不足者补之 故天之道 笋有余而易不足 人之道 不然笋不足而奉有余 俗能有余而由余取分于天者乎 为佑道者乎 是以圣人为而服佑 成功而服居也 若此 其不欲见贤也 下面我用白话文来足迹解释一下 天下之道 有张公则也 天下之道如同张公举射一样 高则硬之 下则举之 高的地方把它压低 低的地方把它抬高 如果想要射中目标 射高老的射角要低一些 射低的射角要提高一些 有余则笋之 不足则补之 有余的地方要减损 不足的地方要补足 力量会射过的时候要减轻一些力道 射成还不到的时候了要多用一些力 古天之道 损有余而意不足 所以天之道 捡损有余而争议不足 天之道是自然法则 太阳到了正午就开始吸血 月亮到了圆满就将窥视 天之道要维护万物的平衡 损有余是必然的必然 潮起潮落花开花谢 没有了这个平衡体系 潮涨不落花开而不谢 自然体系就会破坏殆尽 人之道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人之道是捡损不足而争议有余 人的天性是自私和自利的 这是人在世界上生存和繁衍的本能 因为人的自私和自利 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强者很强弱者很弱 这一句话非常的现实 强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而更多的社会资源又会促进他的更强 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 用成语来说的话就是取短补偿 俗人有余而由于取分于天者乎 唯有道者乎 谁能使自己不断地有余与奋养天下了 只有有道之人 只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服佑 成功而服居也 所以圣人积极而为 不视为己有 成功却不居功至二 若此 其不欲见险业 既然这样 他不愿意使自己显得过分突出 下面我把这一篇串起来讲一下 天下之道 有占功者也 天下之道如同占功举色一样 高者硬之 下者举之 高的地方把它压低 低的地方把它抬高 有余者笋之 不足者补之 有余的地方减损 不足的地方补足 这个时候老子是用了一个比喻的 比喻的办法 把这个天下之道比作是占功举色 故天之道 笋有余而亦不足 所以天之道相当于取长补短 人之道不然损不足 而奋有余 人之道是相当于取短补短 这时候可以看到 老子明确地提出来 天之道和人之道是一对 互相对立的矛盾 俗人有余而由余取奋于天者乎 所有人拿出多余来奋献于天 唯有道者乎 唯有真正的道者了 是以圣人为而服佑 所以圣人有所作为 是无事而为 他们不占有 成功而服俱也 成功却不居功 自傲 若此 其不欲见贤也 像这样 那么也就不想显现贤能于世了 这里这个维尔服佑的佑 是有的意思 通现代文的有 是不占有 服佑就是服有 然后不欲见贤的 这个见字是相当于那个现出现的现 显现的现 不欲见贤就是说不想显现于贤能于世 这里老子提出来用那个 就是说应该用道德的体系 提出来圣人应该怎么做 他应该是 无事而为 不占有 然后成功也不居功自傲 也不显现于贤能于世 这个天之道有利于穷人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而人之道是相反的 人性的本质是自私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这是有道理的 人之道有利于富人 而有损于穷人 它是富人手中的工具 是穷的更穷 富的更富 但是如果过于贪婪 巧取豪夺的话 是使穷人 贫与绝境 这个贫富差距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估计大家很多人都读过 有一句古诗叫做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那现代的这个社会的 贫富差距怎么样呢 下面我们用美国 来举个例子看一看 这是美国在2021年的 贫困线的数据 四口之家的话是26500 一个人的话呢 是12800 然后这是美国各个州的 那个中位数中位中位收入的 那个数字2021年 然后颜色越深的话就是收入会高一点 但是大家自己大致看一下的话呢 这个是马里兰的例子的话 是大概是美国中位数2021年中位收入的话 家庭中位收入大概是八万的 八万左右 然后这一张表是世界上2021年最富有的前十名 然后所有的人都超过了80个billion 就是800亿美金以上 然后这里我们用做一个简单的图表来对照 贫困线和中位数是不到四倍的区别 两万六和八万嘛 不到四倍的区别 然后用这个py chart的话 看的话是看不到那个贫困线和中位数啊 然后因为他们的差别是一百万了 然后用这个chart看的话也是 从那个中位线和那个 那个亿万富的话是到了百万级的区别 然后如果用贫困线的话就是四百万的区别 然后这一张图表是2015年的 前1%的人的收入和不断的完善增长 然后下面50%人的收入在美国的话是不断减低 然后可以看出来到现在就更加厉害了 对吧 今年是2021年了 所以说随着那个近几十年来 这个实际上贫困差距是严重的恶化 而且这个预测的话也是将继续恶化下去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这一个YouTube 然后这一个油管的视频的话 它是说前四百个人最最富有的四百个人在美国 他们创造了1.7个去年的收入 然后他们他们的那个已经财富已经相当于大于60%的美国人的收入 只有1.5个去年 然后就是说0.01人的拥有的财富超过了60% 所以说用天之道和人之道这个是一道对立的矛盾 也是千古难题 如果要两者相比的话 当然是天之道要优于人之道了 取长补短是要优于取短补长的 那么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了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 人一多了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有了社会的分工和合作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需要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平衡社会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促使社会稳定 体现公平正义 社会管理又分成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 法律是外在的约束 道德是内在的规范 法律和社会操作了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 能够体现出公平正义的社会了 就是好的社会 有人说了法律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下限 而道德了关注是人类社会的上限 法律了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事情是不能做 而道德了是教导哪些事情应该说 到底是应该讲法律还是讲道德了 法律是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道德 是维护群体存在的道德底线 所以道德是应该高于法律的 所以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是应该是既要讲法律也要讲道德 因为如果只讲只有法律不讲道德的话呢 在道德就会彻底破灭的地方呢 人们就不会自律 处处都想着违规违法 那就是空有法律了 因为持法的成本会非常高 道德经也提过叫做法务之章 道者独有 如果没有只有法律 没有道德的地方的话 就是法令越深严 道者反而更多 老子的哲学是在思想层面和道德层面上的 老子提倡的是一种平均思想 他反对将财富集中在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一小部分人手中 他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 有道的人会把自己多余的衣物粮食 财务拿出来奉献给贫穷的人 以达到社会均等的目的目笔 从而使社会安定 这是一种平均思想 但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因为绝对的平均主义是违反人性的 而人的天性是自私的 道德经强调的是道法自然 他尊重人的天性 他倡导从小我到道我 个体愿意接受道德 是因为群体的繁荣 最终能让个体受益 脑子是主张 不与其无私欲 故能成其失 如果搞绝对的平均主义的话 不能强调道法自然 不能激发人的天性 人人都去吃倒锅饭 违背经济规律 社会也不能向前发展 脑子号召以民心为信 以民欲为欲 后代百姓回归谦虚 简朴 圣人有所作为 而不自视公告 会把多余的部分分给不足的人 不炫耀 不鞠躬自傲 而是始终保持 谦和恭敬 卑下的德行 取己之长 不仁之短 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 引申开来的话 天之道 损有余 补不足 也可以用在自我提升 自我发展 自我完善上面 还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取人之长 一个是取己之长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可以吸取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来比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而取己之长 补己之短 可以用自己的优点 来比补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有的人 口语表达能力不太好 但是写作能力很强 就可以多注意用文档 用电邮的方式来沟通 天下之道 是取长补短 是要损有余 而易不足 他取长补短 要优于取短补偿 这个不仅仅局限于 法律层面的基本要求 更是对道德层面的要求 实行天下之道 损有余 而补不足 从群体来讲 有利于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从个体来说 有利于自身的提升和发展 从而自我完善 自我成长 天下之道 损有余 而易不足 用成语来说的话 就是取长补短的意思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